在团圆 好 刚才说过 修学观音法门 第一个你要先学 般若波罗蜜 所以慈悲 智慧与怨恨 三个叫做三足鼎立 缺一不可 虽然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 假如以众生的圆的角度来讲 最有圆的是 应该是观音菩萨与地藏菩萨 的的确确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 跟着两位大菩萨的圆是很深的 那是因为我们众生 没有善根福德因缘 可是假如你学习佛法 透过观音地藏 满你的愿望 解决你的病痛 消灾免难以后 当你真正听到大乘佛法 发了广大的菩提心的时候 你才会听到 文书施力菩萨的名号 或者普贤王菩萨的名号 不相信各位你可以试试看 明天走在Galang 你问一个印度人 你问他知道文书菩萨的名号吗 他不一定知道 所以要知道文书跟普贤的名号 是要发广大的大乘菩提心的 文书普贤 观音地藏 这四大菩萨在中国的圆都很深 以度众生的角度来讲 他们的功德力都广大无边 但是说以众生业的角度来讲 我们大部分都是先祈求观世音菩萨 因为观音菩萨的大悲愿心 还有地藏王菩萨 所以佛教一贯道跟道教 他们都拜观世音菩萨 所以我们今天感谢大会花了很多时间 各位也很辛苦的排了很长的时间进场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请看幻灯片 你真的要用为了利益众生而成佛的心 这个发心是很重要的 在金刚圣里面灌顶里面 第一个都要跟你讲 要注意你的菩提心 你要发心 可是老实讲 在中国试禅波罗蜜里面 智者大师说 学禅定 各位的发心是不一样 有时候你会来念普门品诗做什么 你是来求消灾跟免难的 你是真理有病痛 然后听人家说 拜大悲惨不错 我就跟着来 其实你来拜大悲惨很好 师父祝福你 但是师父更要鼓励你的是 你用什么心来拜大悲惨 你真正发了菩提心 我是要为了一切的众生都成佛吗 这个是不太容易的 因为你的发心不同 所以同样大家一起拜大悲惨 有些人念二十一遍 对不对 有些很专心的念 从头到尾念 有些人呢 就用听的 听当然也有功德 但是功德不大 有些人呢 是念第一遍很清楚 然后呢 就开始书一遍 二十一遍回想 哦 念完了 所以每一个人的功德不一样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真正的心 说轮回真的很苦 我们呢 学观音法门 不是只有救你自己 救你的爸爸跟妈妈而已 有多少多少的众生 比你还苦 你真正常常去思维跟学习佛法的时候 你的心量不同 你的功德力就会不一样 这是希望我来新加坡奖金帮助各位的 各位很多的联友也都是老参的 你甚至呢 在眼培老和尚 那个时代你就学习佛法了 我也见过眼培老和尚 对不对 所以 但是是希望你提升对佛法的体会 还有你要升起广大的所缘境 你的心量有多大 所缘境有多大 你的功德力才有多大 地藏经里不是讲吗 送地藏经的时候 你的功德是多 怎么算呢 跟你的心量成正比 好 现在请看二十七页 在介绍 上一次在part one 正式介绍了前言 今天开始 这一次我开始会介绍正式的经文 我的习惯还是慢慢来 第一天第二天我也慢一点 后年我会开高速公路 经文它四卷 非常的殊胜也精彩 先看 在大阵仗里面 真正中国人翻成为六字大名咒的 从你的讲义里 可以看到T20 T是大阵仗的编号 第二十册编号 No.1046 从1046474849到50 中国有至少五个版本的六字大名咒的翻译版本 有师户翻译的 有法天 也有天息灾 可见六字大名咒这个法门 在印度非常的流行 甚至这个法门特别特别的流行到西藏 西藏呢没有一个人呢 不念Om Ma Ni Be Mi Hong 但是呢一般的人伯切只是为六字大名咒做讲解或开示 所以我这次非常的高兴 真的是我非常高兴 虽然我很忙啊 青春咒长很多 可是我的心中是真的很欢喜 谢谢吴主席跟金明佛学者团体齐请 所以我发愿从宋朝天息翻过来 宋朝翻到中国 一千多年了 很可惜没有人做科判 所以我拜观圣音菩萨 师父希望为短暂的生命 能够为佛教 为正法 为众生做一些事 所以我就办了科判 然后在 所以我们这次选的是编号1050的宋朝天息斋翻译的 接下来看幻灯片 讲义上也有 编号1051 这是佛说一切佛射寿 相应大教王经 圣观自在菩萨念诵仪轨 注意听 佛说一切诸佛的射寿 这跟什么经一样呢 跟阿弥陀经 阿弥陀经 旧摩罗舌大师翻词叫佛说阿弥陀经 可是玄庄大师翻译的叫做 称阳净土佛射寿功德经 也就是说阿弥陀佛的法门 是一切的诸佛都称阳赞叹的 他是用梵文本翻译的 那同样的观音法门 在这里看到 一切诸佛都会射寿 相应大教王经 身心要真正的去实践 与悲心相应 与智慧相应 这个才是圣观自在菩萨 所要修学的法门 那这个1051呢 他叫念诵仪轨 这个后来在唐朝的唐密 传到东密 日本人比我们更重视 所以事实上观音法门不单单只有你们念的观音三经而已 普门品 或是华言经观自在章 这次我有介绍 还有楞言经耳根源通章 事实上观音法门有无量无边 东密 唐密 甚至有藏密的仪轨 所以在大藏经里有1051 接下来看编号1052 在唐朝的时候 赞叹观世音菩萨的寄送就非常非常的多 追丁 追丁 你每天很忙很忙 你起码赞叹观世音菩萨的功德 这会很大的功德 为什么 因为观音菩萨已经成佛了 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新加坡的连友都很忙 如果退休的长情竹呢 你就有时间念普门品 很好 念完普门品 你念三遍七遍的大悲神之后 再念心经 再念观音圣号 或念 很好 那假如你真的很忙忙忙 忙到实在没有时间念普门品 念什么呢 念祭颂 世尊妙相聚 我经从问彼 佛子和因缘 名为观世音 对不对 你念祭颂 很虔诚的观想 赞叹观世音菩萨 也有功德 我学佛的第一部经 也就是念 心经跟普门品 还有念大悲神咒 所以你可以看到编号1052 接下来1053 圣观自在菩萨功德战 是宋朝师父翻译的 师父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翻译大师 再看下面 1054 圣观自在菩萨 180明经 观音菩萨有108个名号 所以观世音菩萨不是只有32印身而已 我们大乘里面按普门品有 观音有32印化身 可是在西藏啊 西藏观音就是度母 度母有21度母旅在 事实上观世音菩萨有108个名号 也代表无量无边 再来看1055 佛说圣观自在 菩萨犯战 这是法贤 这是法贤义师从梵文而翻出来的赞颂 所以我要讲的是 从唐朝一直到宋朝 有很多很多都有赞叹观世音菩萨的祭颂 这个也可以作为你自己修持的功课 乃至于在复卷 明朝明太宗皇帝 亲自也写了一首叫观音赞 所以请各位翻开到讲义48页 48页到60页 就是上次我在part one的时候 请看48页 复录三 赞观世音菩萨颂 也就是我上次在part one给你讲义的时候 事实上从40 各位看48页复录三 再看52页复录四 圣观自在菩萨功德赞 乃至于你翻到 请翻到58页复录五 明朝的皇帝亲自也写观音赞 所以这些都可以作为你修持的功课 各位普门朋友都很熟 法华经当然很好 一要么你就从法华经第一卷开始念 要么呢 你也建议你可以考虑 每天念一个观音赞 连续重复念 甚至到你到圣地去朝圣 有时候时间很短 对不对 你可以念这个赞颂 然后坐下来静坐 然后念 就可以回向 所以事实上观世音菩萨的光德力呢 就像普门评讲的 十方诸国土 无叉不现身 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功德力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很欢喜 这是介绍这次的讲座 我真的是日以继夜的工作 当然学生也有帮我打字 可是最后都叫我自己教稿 然后呢 能够供养你 希望你好好珍惜 你不要觉得这本讲义 实际上没什么 尤其很多老菩萨 有时候会跟我讲 师父啊 这么多这么复杂 我都不用念 你讲的话 You nearly broken my heart 你真的把我的心都弄碎了 为什么 观音法门 不是只有一个法门而已 它有无量无边的教法 你不是发愿吗 你不是收过菩萨界吗 众生无边誓愿度啊 观音菩萨 在六支大名咒里面 你就会看到 他也度很多很多的众生 接下来再看 二十七页 科派 我们这次所选的是 大政杖第二十册 编号1050 由天席哉法师 由皇帝下令而翻译的 那我很高兴的 我也不是说 我自己很了不起 师父没有这个意思 我是说 我作为一个出家人 我很感恩 我出家是大乘佛法的团体 虽然我南传 北传 藏传都学 可是我很感恩 我大乘的这个僧团 培养我的功德 跟善知识 所以我发愿做这个科派 那这个科派有四卷 那有一个字打错 请各位改一下 请看幻灯片 二十七页第二十六行 甲三应该是流通分 他写成续分 请你改一下下 不好意思 盲中有错 也就是说 科派是subtitle 这个科派在古来 听经的人是很重要 研究讲经的人 第一个也要学叫科派 那现在的科派 简单来讲是什么呢 就是 main point of each section 每一段里面的重点是什么 所以透过科派呢 你可以了解 所以我简单的讲是有 传统上科派就是续分 讲这一部发起因缘的因缘 正中分就是正式这个经的内容 流通分就是 释迦牟尼佛讲完 会重复阿难尊者 阿难会问 请问这部经叫什么名字 我将来怎么流通 所以阿难会负责流通 所以释迦牟尼佛 叫一切天龙八部都要流通 所以这部经在西藏的大藏经里 也很被重视 这部经在西藏大藏经里 甚至呢用石头刻 全部刻在那山里面 然后呢 一起念六字大名咒 所以 现在请翻开二十八页 科派略表 因为我的讲义是 一卷一卷给你的 所以我先介绍 第一卷全部的科派 请专心听 甲一续分分十段 几一 无量菩萨海会聚集 换句话说 当佛讲 观音法门的时候 这个世界 他方世界 有无量无边的众生 以及大菩萨 都来听 这个六字大名咒的法会 尤其在后面的经文 注意听 释迦牟尼佛曾经说 他在英地的时候 曾经要去求人 一个上师教他 Om Ma Ni Ben Mi Ho 他经过恒河沙树节 一尊一尊去拜 没有一个人知道 后来他遇到了一位佛 教他六字大名咒 他才学了这个法门 所以换句话说 法门不是说 每一个人都可以听得到的 要听到这个法门 一定跟这个法会有缘 举一个例子 地藏经 释迦牟尼佛 对不对 无观地藏 微神力 横河沙节 说难尽 见闻瞻理 一念间 利益人天 无量事 对不起 我现在把观音跟地藏 一起合在来讲 释迦牟尼佛赞叹 所有一切诸佛 所度的众生 都不能够观地藏菩萨 所度了多少的众生 各位有没有发现 你念地藏经的时候 最后地藏经 释迦牟尼佛 教给谁流通啊 观世音菩萨 观音 观音啊 普告 横沙 诸国土啊 你要把地藏经啊 这个 告诉所有横河沙数的人 学佛都要从五戒十善 从地藏经开始啊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释迦牟尼佛 把最重要最重要的 五戒十善法门 教给谁 教给观世音菩萨流通 现在有个问题来了 观音菩萨是无我的 那你想想 观音菩萨跟地藏菩萨 会不会吃醋啊 你们都摇头 其实你们都会吃醋的 因为我们会有凡夫心 对不对 观世音菩萨不会说 adjection 释迦牟尼佛 你为什么不流通普门品啊 那叫我流通地藏经 不会 佛跟佛是无我的 佛跟佛是度跟他有缘的众生 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商业经社 以前我在灵口长庚呢 就一个莲友 没关系 她是一个女居士 以前是个小姑娘 后来结婚了 嫁给医生 她呢 跟观音跟地藏菩萨都很有缘 她的第一个儿子 就是拜观世音菩萨 念普门品生出来的 非常相貌庄严 第二个儿子呢 是拜地藏菩萨 念地藏经而生的 这两个呢 都是我很好的小朋友 对不对 可是第二个小朋友 你叫他念观音菩萨 他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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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藏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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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地藏菩萨都来的 真的 那第一个呢 小朋友呢 一看到观世音菩萨 他就微笑 一看到其他的菩萨 他说 Nothing special 就没有什么 他就走了 所以我要讲的重点是什么 观音跟地藏 不会抢信徒的 菩萨跟菩萨之间 都要随喜赞叹的 那释迦牟尼佛 会把地藏法门交给观音菩萨 就是因为观音菩萨 是十方诸佛的大悲心 所以看科判 己一 无量菩萨 海味聚众 所有一切诸佛 补门补贤行愿 有一句经文说 诸佛如来 以大悲心而为底固 所有一切诸佛 第一个都要先学观音法门 当然学完观音法门 地藏法门 你还有很多法门会学的 所以对于观音跟地藏菩萨 要非常非常的礼敬与感恩 我出家的时候呢 其实我拜释迦牟尼佛之外 是两尊菩萨 我都一起拜 因为我那时候呢 对不起 我佛法还比较差一点点 我想观音不是不可以 那地藏 一人拉一把 我会比较快容易出家的 所以我一三五七 是念普门品 二四六 我是念地藏经 可是我梦到了地藏菩萨 这个故事呢 会在下一场演讲讲 我现在要讲说 你不管学任何法门 对于观音法门 要真正生 随喜的心 而不要生 凡夫的分别心 那请问 观音法门 要是福就不赞叹吗 要是经八大菩萨 待会会讲 他就也赞叹 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不赞叹吗 观音菩萨 就是阿弥陀佛 心中的化现 但是也很奇怪 很多人喜欢念观音菩萨 可是却不喜欢念阿弥陀佛 那我要提醒你 你念的观音菩萨 有点问题吧 你应该忏悔 你的分别心 好 看 几一 甲一 续分 分为 时段 表示呢 有天人 有龙王 有天女 所有一切 一切的无量眷属 都来学 可见 观音法门 不是只有渡人 观音法门 可以渡天上 无量边的天众 观音法门 可以渡无量的 幽民界众生 乃至于观音法门 可以渡地狱 恶鬼畜生 其他宗教不能渡的 所以你才知道 观音菩萨的大悲心 科判我先简单讲 后面我会详细说 再看第二段 甲二正中分 分四以一 教起因缘 对一个观音法门 到底如何生起的呢 你要道理 要去了解 举一个例子 注意听 在各位读普门品 对不对 遇到火灾的时候 念笔观音力 然后呢 火灾就消失了 可是以现代的科学来讲呢 我就碰到年轻人跟我说 师父 真正发生火灾 念观音菩萨有用吗 fire accident we should call the police why you call the Avalokite Shavala Bodhisattva 他说发生火灾的时候 你怎么不是去打电话 赶快去呢 去叫救火车啊 或警察 你怎么是念观音菩萨 我说两个都要做呀 所以各界现代的年轻人 他不认为真的火灾升息的时候 念观音菩萨的名号 你可以灭火的 那我现在解释 为什么会灭火 追听 他有分好多种 第一个 why 内密 why是你房间真的发生火灾了 fire accident 木头被烧掉 这是你不小心 建筑产生了火 而内呢 是表示呢 你这一生啊 你的众生的业啊 你无法逃 你有过去的业 与烦恼 所以今天你会遇到火灾 为什么别人不会遇到 你会遇到呢 接下来注意听 密是你内心里面 你的称心啊 贪心跟称心之火 非常的赤胜 所以才会赶得到火灾 我没有否定说 你要打电话叫消防队 你要去 但你会发现 消防队来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火 也灭不掉 房子被烧光了 那就是业 对不对 还有消防队来的时候 刚好呢 这个路上呢 全部车子堵住 糟糕 进不去 还有些呢 消防队一批一的时候呢 刚开始水呢 用完了 不够了 所以可见 这些条件 都没有办法 让你外在的灾难 真正灭除 所以注意听 注意听 佛法没有否定 世俗地的现象跟条件 但是佛法认为 世俗的现象跟条件 真正改变 是你要灭除心中 贪嗔之火 举个例子 若是我们全世界的首领 都不灭除贪嗔之火 请问 核子战争就出现了 核子战争的火 从哪里来 原子弹的火来 原子弹的火 从哪来 从制造军火厂商的来 那为什么人类这么苦 地球这么可怜的 结果还有人要制造 这么多的原子弹呢 那表示众生的贪嗔之火 没有灭 所以佛法讲的是根本 了解吗 所以下次你遇到火灾的时候呢 你要呢 一个念大悲咒 一个人赶快去打电话 这样才叫圆满 不可以说 哎呀我就保佑观世音菩萨 对 除非你心真的很虔诚 Miracle will be Appear 真的会出现 可是那样你的心念力很强 你要念到你的念力 可以把这个呢 房间呢 都可以移动的话 那我告诉你 你就不用叫救火车了 救火 消防队 或是警察 可是当你的凡夫 你的念力 还不够强的时候 你要一半人念观世音菩萨 一半的人呢 要去打电话 听好 我讲得很清楚啊 所以呢 那新加坡的救火员呢 这应该是不会失业的才对 好 接下来看 教起经元 所以对一个观音法门 你要听闻佛法 学习佛法 知道到底为什么观世音菩萨 会有这么大的功德力 求男孩得男孩 求女孩得女孩 那比现在的试管音乐 还厉害耶 那也有一些联友会说 师父我求了半天 还是没有娃娃来啊 那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业没有站住啊 对不对 那有些呢 像印度尼亚或马塞西亚的 没有家庭教育节育 对不对 他不求每天娃娃都来嘛 是不是 所以 一切有他的因缘果 所以你了解观音法门 你也要知道 为什么观世音菩萨 有这样的功德 我要怎么做 我的心愿行俭 才会真正变观世音菩萨的弟子 那你这样的如理如法的时候 你走到哪里啊 不但大悲观音菩萨会护念你 在大悲神咒上 所有的这个天龙八部啊 都会跟着你 因为你是观世音菩萨 真正如理如法的佛弟子 这里面大家要学的很多 所以请看经文 几一 教理因缘分五 丙一 显现无量的庄严相貌 首先他会显现观世音菩萨 他有他的净土 有他的功德力 甚至像极乐净土一样非常殊胜 丙二 菩萨齐寝因地的因缘 也就是说 在六四大明州的 大乘庄严保王经的时候 其中八大菩萨里面有一个叫除盖障菩萨 就站起来问释迦牟尼佛 为什么观世音菩萨的功德会这么殊胜诸胜 与会大众所有的大菩萨都是很了不起 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你单独要赞叹观世音菩萨 那观世音菩萨有什么特别吗 这是除盖障菩萨站起来请教的因缘 接下来看丙三 观世音菩萨他专的大悲愿心 利益六道众生 注意听这一段 先看课办 每一个佛的愿力都不同 举一个例子 以弘一大师 弘一大师是正著双修 弘一大师在世的时候 他认为东方要是净土 跟西方阿弥陀佛净土 两个是不冲突的 圣意地的角度来讲 所有的佛国土都是你一念真心显现 是没有冲突的 可是从世俗地的角度来说 东方要是净土 要是佛跟医护人员会特别有缘 所以学医护的人 或是希望你病痛少 灾难少 身心障碍很多的 你可以专门拜要是佛 很好我刚才说过 佛菩萨不会有嫉妒心的 他是无我的 他不会抢信徒的 不会发脾气的 或不高兴的 可是东方要是净土里面 是跟我们现世生活会比较相应 在藏传佛教里面 也有要是七佛 也有念要是经 也有念要是咒 可是阿弥陀佛 他比较照顾往生以后 莲花化身所有的功德 当然你可能会跟我辩论说 师父我们念阿弥陀佛 现世也有很大的利益 没错 可是你现在还没办法 正道不退转 你要到往生极乐世界以后 阿弥陀佛的加持 你才容易正道不退转 所以阿弥陀佛 有阿弥陀佛负责的部分 那观世音菩萨是专门度 轮回里的六道众生 所以每个佛菩萨 他有不同的怨心 所以希望大家要理解 那地藏菩萨呢 是众生非常的重到 地狱恶鬼畜生 他都能度 假如有些人念观世音菩萨 也有人曾经 也有跟我说 师父啊 我们家人生病 我念阿弥陀佛 没有效 念观音菩萨 还是没有用 然后我也听你的话念 你背面哄 哄哄哄 还是不行 结果呢 我念地藏王菩萨 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 念了时针 他醒了 真的 这就是地藏菩萨的愿力 代表这个众生 跟地藏菩萨的缘很深 代表这个众生的业啊 重到呢 连阿弥陀佛跟观音菩萨 拉都拉不动 所以只好请地藏菩萨 帮一下忙 这是真的 那是站在众生业的角度 才说的 不是说佛不平等 佛本身平等 但是这个众生啊 造了很多很多的恶业 举一个例子 我上次讲经说过 以前古人啊 渔夫啊 一天也最多捕 五十条跟一百条的鱼 可是各位看到新加坡 很多的海鲜店 全世界的首都 大家都喜欢吃 Seafood 你知道现在全世界用机器 一天杀多少的海鲜吗 几千万的众生 一天就 没面了 所以现在众生造的业 真的比以前强 所以他业很重 他必须要有很特殊 很多特殊 所以有时候 也有些法师会 善巧方便说 没有错 如果念阿弥陀佛观音 跟地藏 都念阿弥陀佛观音 都没有用的 拜地藏王菩萨 弘义大师 就是这么主张的 所有的众生 业重到呢 你的业都拔不起来的时候 你拜地藏菩萨 当然你也可以 拜观音音菩萨 所以关键是什么 注意听 两方面 一 你的信愿行 哪一个 你比较强 第二个 你跟佛菩萨 哪一个的缘 比较深 缘深的时候 你求他 他就会产生力量 那诸佛菩萨呢 他是平等的 没有分别性的 所以科判里面说 丙三 观世音菩萨 是利益六道的众生 丙四 观音菩萨 利益众生 有广大的威神力 丙五 然后呢 意念观音菩萨 你只要想到观世音菩萨 或是呢 念观世音菩萨 或者看到 观世音菩萨的佛号 你都会有 无量无边的功德 的确 有时候我遇到苦难的时候 我遇到障碍的时候 师父也会念观世音菩萨 我有时候也会念得泪流满面 念什么呢 菩萨难做 众生难度 众生都是不动明王 如如不动 拉都拉不动 对啊 有时候会觉得 你很想帮助众生 但是你的力量很微薄 你虽然很努力 那你的自力不够 还要靠什么 仰仗佛力 所以这时候 你要虔诚 齐请 观世音菩萨 好 接下来再看科判 顶四 观世音菩萨 立身的大威德力 也可以看幻灯片 分为两段 丁一 总说 丁二 别显 在别显里面的六字大明周 就特别介绍 观世音菩萨 他过去是怎么修的 有过去式的因缘 物一 物二 现在 释迦摩尼佛出现了 那观世音菩萨 怎么样利益现在的众生 物二 现在是因缘 物三 未来世 所谓未来世 是指什么呢 注意听 各位我们这些众生 都不在这里了 阿弥陀经也有讲 以身者 今生者 当生者 有没有 你们读阿弥陀经 已经往生极乐世界的众生 修学阿弥陀佛法门 当生者 对不起 今生者 今生者 就是现在 现在这一世 你在新加坡 听到佛堂 念阿弥陀经 你开始学佛了 那你好好 求生极乐世界 今生者 今生你会往生极乐世界的 你有很大的希望 但是要非常非常的努力 不是每天这样吊儿郎当的呢 拿个念珠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时生念完了 OK 阿弥陀佛 I finished my job You have to receive me in the future 我每天阿弥陀佛 十分啊 翻一下我刚才讲的英文 因为老菩萨听不太懂 就是说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十念法嘛 很殊胜嘛 念一念 对不对 念完了阿弥陀佛 我已经做完我功课 你一定要来接我 那万一他没来接你 你怎么办 有啊 很多我们注念的 也有没有去极乐世界的 也有人肯定很多啊 那你怎么去解释这个现象呢 所以今生者 今生者是生命很短 你要好好精进的学习佛法 你才能够去的 当生者就是未来世的因缘 当我们灭度以后 我们往生以后 投胎以后 从佛灭度以后 这个地球会有 无量无边的善知识 不论在家出家 你要想到 你还有你的儿子 儿子还有孙子 孙子还有真孙 还有真真真真孙 那他们也要学习佛法 这叫未来世得度的因缘 所以换句话说 观音的功德历世度 过去现在未来 物识 物识科判 请做一个记号 观世音菩萨 生生世世 怨心都是坚固不变的 尤其是你在行观音法门的时候 注意听 你越用功的时候 你会遇到很多人来 考验你 这个考验不是 不管对方是有意跟无意 而是你的业跟烦恼会现前 举个例子 你现在听到师父的经 上一集或这一次 很好心 看到隔壁新加坡 有一个印度人或马来西亚的人 他好可怜 我没有饭吃 你就端了一盘素菜给他吃 你很高兴要端他 结果他骂了你一顿 I'm not a vegetarian I'm eating the meat 我不是吃素的 我是吃肉的 那请问 那你好心 你现在拿个便当给他吃 你觉得我很高兴地学观音法门 对不对 我把便当端给他 那请问第二天你还端不端呢 这时候很多人就有不同的想法 第一种人就 狗咬铝冰 不知好人心 我修观音法门 你不吃就不吃 拉倒我拿回来 第二天他就不送了 第二种人会想说 哎呀 他一定跟老婆吵架了 心情不太好 没关系 我再送送看嘛 起码我送三次 我跟他做朋友 新加坡这么大 对不对 做政府组屋 他会住在我隔壁 一定跟他有缘吗 好 依菩萨界至少你要送三次 规定 释迦牟尼佛规定 你不可以放弃众生 至少要三次 你再送给他 送的时候呢 要选 不要他太忙的时候 送的时候 也要和颜微笑 keep smiling Hello Nice to see you again 他一定会讲 What do you want What's your purpose to bring the food for me 他一定会问你 你要干什么 你对我那么好 你有什么目的吗 好 你去关于法门 你就会碰到这样的问题来了 那你就要真诚地跟他说 我很想高兴地分享食物给你 他说 我又不是乞丐 你干嘛要给我 他说 没有 我看到你家 他可能稍微辛苦一点 我很高兴地呢 就给你饭菜 有些人接受了 有些人就不接受 可能呢 第二天 他又把你拒绝了 那第三天 你还送不送呢 有些人就放弃了 我有人说 算了 众生难度啊 我还是会 你问你 然后呢 饭了就不用送了 可是事实上 你真的呢 你应该再试试 第三次 第三次也要想 观想一下 假设我印度人 或许不要送新加坡的栽米粉 送印度咖喱 他会比较喜欢吃吧 那你呢 若是马来人的话 你可能要送马来菜给他 注意听 这时候你除了要生起慈悲之外 你还生起了智慧 佛教讲自他交换 这时候你给他的是 他真正需要了 他很欢喜接受 注意听 注意听 单饭菜给他的时候 要讲一句话 心里讲 讲给你听的 不是讲给他听的 要发愿 愿度一切众生 都成佛 将来你成佛的时候 就会度他 所有的人度不了他 但是你就会度他 因为你跟他结了善缘 而且是清净的 无上菩提之缘 所以观世音菩萨 深深世事度众生 他遇到挫折了 他也不会放弃的 这才叫真正的 大悲观音法门的弟子 那三次以后呢 那你就不要强求 你不要四次 五次六次 那人家呢 隔壁的就打电话 call the place 因为呢 over the line 因为你已经超过 你该观心的范围了 了解吗 所以观音法门 你要磨练自己 我今天要讲一个 很重要的重点 是这里科派 观音菩萨 深深世事 遇到任何的障碍 他的怨心都是坚固不退的 你可以换个方式帮助别人 换个方式关心别人 但是你心中的悲心跟愿力 是永远不退的 好 请看下面经文 今天耽误一点点时间 让我讲的八大菩萨 讲个段落 我们就回向 请看经文 二十九页 第七行 甲一续分分时 以一无量菩萨海会聚集 如是我闻 一时世尊 在社会国 奇数己孤独猿 与大匹丘众 千二百五十人聚 并诸菩萨摩赫萨众 好 传统上 注意听 讲经就会讲 如是我闻 一个字一个字讲 我这一次不会用这个方法讲 这是传统中国大乘佛法 从宋元明开始训练讲经的方法 也叫做说书的方法 也叫做副讲的方法 假如我这样讲的话 可能我要在新加坡住一年了 每天讲才会讲得完 我想我不用这种方法 因为呢 We are new generation right 现代的人 我想我挑重点讲 注意听 师父受过传统的 如是我闻 一时佛在什么 各位看很多老法师的讲记 我受过这样训练 但是我觉得这个方法 不太适合现代人 不是不好 我尊重传统 但是我换另一个方式讲 讲什么 挑重点讲 还有加上换灯片 还有告诉你怎么样 转变你修持的心 这样你会比较有利益 好不好 所以请看下面 就是简单的说 佛在社会国奇书级孤独员 与一百 一千两百五十位的 常随众 生文众 还有所有的菩萨 在佛讲大乘庄严宝王经的时候 有很多菩萨列席 请看经名 其名曰金刚守菩萨摩赫萨 金刚守就是大势至菩萨的 另外一个别名 待会我会告诉你 藏传佛教里面的金刚守菩萨 就是大乘的西方极乐世界 西方三圣的左边 大势至菩萨摩赫萨 金刚君菩萨摩赫萨 秘密藏菩萨摩赫萨 虚空藏菩萨摩赫萨 注意听 虚空藏菩萨很重要 做一个记号 在东密里面是非常重要的 乃至于在新加坡跟台湾 若有走东密风格的道场 不管唐卡呢 里面也会有虚空藏菩萨 虚空藏菩萨是修东密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本尊 比方说上一次我介绍的空海大师 高野山的空海大师就主修 虚空藏菩萨 他念虚空藏奏 那在新加坡以及东南亚 你也会看到虚空藏 也有虚空藏的咒语 上面告诉你 常念虚空藏奏可以增长记忆 考试一定会第一名 其实任何一个佛菩萨 都会增长记忆 但虚空藏菩萨 的确有他很特殊的功德 有称为佛说虚空藏菩萨 本愿经 有空你也可以去读 所以虚空藏菩萨提醒你 在你去日本 东密的体系里面 是非常重要的 接下来 日葬菩萨摩赫萨 无动菩萨摩赫萨 保守菩萨摩赫萨 继续请看 普贤菩萨摩赫萨 普贤菩萨大家知道 中国大家都有 华严经普贤行愿品 正珍长菩萨摩赫萨 除盖障菩萨摩赫萨 好请把除盖障菩萨摩赫萨 也做出一个记号 这也是八大菩萨里面 一个重要的菩萨 而且他专门 Remove your obstacle and difficulty 专门除去你的障碍跟困难 当然我们中国人 若是一般工作有困难 请问你会拜谁 拜弥勒菩萨 古代和尚 对不对 新加坡不是吗 我都看很多佛教文物店 还有福禄寿 对不对 通通都供弥勒菩萨吗 弥勒菩萨很好 他慈心三昧 福德无边 那有人呢 可能呢 生小孩就会拜观世音菩萨 对不对 求男求女 但提醒你 在日本人呢 跟韩国人 除了拜观音之外 日本人求孩子 是拜地藏王菩萨 所以换句话说 所有菩萨都有无量的功德 但这个菩萨特别呢 是除去你所有一切的障碍跟困难 所以他有单独的东密的除盖障菩萨的摩赫萨的咒 接下来看 大秦勇菩萨摩赫萨 药王菩萨摩赫萨 药王菩萨跟药上菩萨 是在法华会上 很重要的两个大菩萨 你若拜法华灿的话 一定会拜药王菩萨跟药上菩萨 接下来观自在菩萨摩赫萨 就是我们这一部经的主要的主角 持金刚菩萨摩赫萨 海会菩萨摩赫萨 持法菩萨摩赫萨等 不但这些大菩萨 还有八十巨之 像纳犹他横河杀树的大菩萨呢 都来集会 所以可见这个法会 大悲观音法门是很殊胜的 尤其是六字大明咒 释迦牟尼佛在后面的经文说 六字大明咒是他多生多节 都求不到的法门 现在呢 因缘成熟了 所以他为我们地球的这个众生 说明六字大明咒怎么来 怎么修 怎么观想 还有他无量的功德 所以请看幻灯片 这有八大菩萨的概念 八大菩萨在印度里很重要 先看一下八大菩萨 有 我先把名字打出来 但是我要先说 你一定会跟我讲 师父我看到其他的经文 八大菩萨名字好像跟你讲的不太一样 对 它有很多种翻译 很多种不同的版本 的确 我先公开回答 免得你为说 师父讲错 八大菩萨呢 比较一般到从中国 魏晋南北朝到唐朝 尤其是唐朝以后 一直弘扬到现在 现在是我幻灯片打的 这个八个菩萨 尤其最有名的是 各位知道什么 钥匙经 因为钥匙经很弘扬 所以八大菩萨的概念是很重要 但是在阿弥陀经跟无量寿经里面 好像没有单独提过八大菩萨 待会我会解释为什么 请看 八大菩萨第一组文书跟普贤 这是华言三圣的两大学士 第二 西方三圣的观世音菩萨跟大世智菩萨 经文叫做观自在菩萨跟金刚守菩萨 我刚才说过 金刚守菩萨就是大世智菩萨 这是西方三圣的两个助手 接下来 弥勒菩萨跟地藏菩萨 弥勒菩萨是因为是 贤结千佛的第五尊佛 释迦牟尼佛要入面之前 讲过弥勒三经 授记弥勒菩萨会在下一个尊臣佛 所以八大菩萨有弥勒菩萨 接下来地藏菩萨 各位读过地藏三经 释迦牟尼佛在掏力电弓 对不对 地藏地藏地藏 对不对 我现在一度的能度 未度的都通通交给你 在弥勒菩萨我有出世之前 所有的众生 天上飞地上跑的 六道轮回在受苦 所有就交给地藏菩萨 所以地藏菩萨沉寂着 释迦牟尼佛交给他 特别尤其是在业力很深重 没有佛的世界呢 谁能度呢 地藏王菩萨 接下来 虚空藏跟除盖藏菩萨 这两个菩萨呢 在唐朝的时候 唐密是很重视的 可是后来到了东密以后呢 在日本跟韩国就非常的重视 现在 在台湾或东南亚 我所知道弘扬虚空藏菩萨 跟除盖藏菩萨的比较少 我不能说没有 我知道东密的人呢 一定要念虚空藏菩萨咒 所以看这张幻灯片 藏传佛教 所以在西藏佛教里面 也很重视八大菩萨 我前几年去了尼泊尔 尼泊尔我有个朋友 带我到乡下 帕探 他们早期的古老的寺庙 中间就是供释迦牟尼佛 跟八大菩萨 所以八大菩萨在印度本身呢 就很重视 传到中亚寄兵国 传到中国 早期呢 是非常重视的 当然传到西藏 所以这张探卡 你可以看到 是晚期西藏的探卡 在这里请大家背两个数字 一 印度的佛教传到中国 大概在西元一二世纪 请你写下来 因为这个会常常知道 传到西藏佛教 大概是西元第七世纪 跟第八世纪 严格说应该是第八世纪 灵花生大事 传法传到西藏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中国的大乘佛法 从历史的演变 是比西藏早一点点 那在西藏晚期呢 十世纪以后 就画这张探卡 请看 最小面的下面一张是 阿弥陀佛 画佛 然后一个拉玛 神士 出家人 都投胎 上面就有八大菩萨 就是我刚才念的八个名字 这在藏传佛教里面呢 是很重要的八大菩萨 再看 早期呢 以阿弥陀佛为居中呢 早期一二世纪 在中亚寄兵国的图像 这张你上次看过 但是我用不同的解释角度 下面看 早上上面呢 是释迦摩尼佛 旁边配四个佛 代表五方佛 五方佛 诸佛如来 以大悲心为根本 所以下面是牵手牵眼观世音菩萨 那牵手观音里面呢 他有绿度母 有白度母 有四壁观音 有其他的佛菩萨 所以换句话说 在早期啊 在八大菩萨 没有特别被弘扬之前 其实观世音菩萨就已经很重要了 接下来再看 第八世纪 从印度传到西藏的探卡里面 就有八大菩萨 上次我用这张讲过 但是我讲下面 过去七佛 现在看上面 中间是释迦摩尼佛 右边白色的是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拿药草 雌心三昧 代表洁白无边 所以在南传佛教 你去看 现在泰国跟斯里兰卡 凡事呢 修行的人都穿白衣 白代表清净不染 而且在阿含经里面 你问他 除了释迦摩尼佛之外 你还知道哪一个菩萨 就是弥勒菩萨 只有这两个菩萨而已 南传的人不相信 有文书福贤观音地藏的 是中国大乘佛法才有 再看这张探卡的左手边 黄色的拿莲花 叫莲花守观音 我自己也很喜欢 莲花守观音 因为早期呢 是拜弥勒菩萨 跟观音菩萨 慈心三昧跟悲心三昧 两个都圆满 你才会成佛 叫释迦摩尼佛 所以早期呢 不是拜文书根普贤 文书根普贤 是到大乘的 大方广佛华严经 开始出现 以及流传的时候 才共华严三圣 接下来你猜看 释迦摩尼佛背后 有六个菩萨 再加前面两个 就叫做八大菩萨 所以早期八大菩萨 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八个菩萨 都有八个菩萨的愿力 八个菩萨 简直至现在话来讲 八个菩萨 有八个菩萨 不同的分工啊 所以他利益不同的众生 但注意听 八个菩萨是无我的 所以你念地藏菩萨 八个菩萨都会互念你 你念没了菩萨 八个菩萨也会互念你 你拜观世音菩萨 八个菩萨也会互念你 所以各位请看 前面 师父背后 静明佛学社 主席今天就很用心 我真的恭请他 把八个菩萨都列出来 这是在《药师经》里面 你们拜的八大位菩萨 所以我突然有一个想法 各位可能看过 The Lord of the Ring 对不对 魔剑 尤其是年轻人 我也看过 有一幕就让我很感动 我就想将来若有福报 我应该 台湾是有花钢石 大理石 石头雕的佛像 可以留好几千年 我就想将来若有福报 我应该建一个大殿 中间共坐着莲花座的 阿弥陀佛 因为我毕竟求生极乐世界 旁边呢 右边四大菩萨 左边四大菩萨 全部是站的 像希腊罗马的雕像 有没有看到 然后呢 八个菩萨 对不对 然后呢 这样子的话 是非常庄严的大殿 然后呢 壁画呢 在画过去 现在 未来的 行结 三千佛 跟行结千佛 然后呢 屋顶上面画呢 华藏世界海 所以 造佛像 或建大殿 其实最好是要根据经文 当然也会牵涉到你这个人 或这个地区 大家跟哪个法门有关系 所以八大菩萨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 好 后来呢 你再看 当大乘兴起的时候 八大菩萨里面呢 每一个的原生前不同 加上经典翻译 弘扬的人也不同 好 那在一二世纪 从印度 传到中国的时候 西方极乐净土法门 就升起了 就可以看到 无量寿佛的 华言海 对不起 莲池海会佛菩萨 就是呢 一佛二菩萨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呢 都是唐朝以后的造像 好 接下来再看 天几二 诸天子众集会 我先念一下经文 事实附有三十二 诸天子众 接来集会 大自在天 即纳罗言天 而为上手 也就是说 佛讲 大乘庄元保王经的时候 不但是大菩萨都在学 天上的天众 也都在学 注意听 天上的天众啊 都见过佛 假如你去读 《般若波罗蜜经》 佛讲《般若经》的时候呢 每一天众 都有十万天子 都来听佛法 而天上的人 生命寿命比我们长 举上桌 看幻灯片 第四天跟大饭天 他就见过佛 而且他现在还活着 所以佛当时 讲经说法的时候啊 太记得 举个例子 道宣律师就曾经 问过一个问题 我上次有讲过 讲重点 玄庄大师往生的时候 他就问过 天上的地诗天 跟大饭天王 玄庄大师修得如何 他说他修得非常好 九世他都同子生啊 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啊 他翻译的经文呢 一个字呢都不会错 他得到诸佛 辩才无碍的功德啊 得到诸佛之语啊 所以你看 中国的这个道宣律师 就可以有功德力 他以持戒的功德力 可以看到天上的天众 然后第四天跟大饭天 他就可以跟他讲话 那他也问 第四天跟大饭天 佛在世当时讲经的时候 怎么样啊 他说太庄严太庄严 实际上无法用语言文字表达的 他就呢 转述呢 自己得到的心得 向道宣律师报告 所以可见 第四天跟大饭天 他们的寿命都比我们长 对不对 他到现在都活着 所以他们大部分都是见过 释迦摩尼佛的 接下来再看 日天 月天 风天 水天 如是等 诸天 众等 接来集会 好 今天我经文就讲到这里 因为我得告一个段落 我要想到老菩萨呢 可能晚上还要搭捷运 还要回去 所以今天讲经都讲到这里 但是我明天要讲六道轮回 你得好好想一想 轮回真的很苦 这间我给你一个问题 请写下来 Q&A 请问你真正相信因果吗 你相信业力吗 不要这么快点头 不要这么快点头 我没有说你不信 师父反问你一定有我的问题 明天我会问你 请问你真正相信因果吗 你真正相信业力吗 其实有时候你是相信的 有时候你不相信 举个例子 学佛了以后 突然妈妈得了癌症 哎哟 她念了21年的大悲咒啊 怎么还会得到癌症呢 这时候啊 你会觉得 你就不相信观世音菩萨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对于业跟轮回啊 还没有很深很深的了解 一般人都会觉得呢 人家发生了其他的不好的事情 在其他人家 我听到呢 有一个爸爸妈往生 或car accident 那发生了车祸 你说哎哟 阿弥陀佛啊 一切都是业啊 好可怕啊 对不对 发生在别人家 你都会相信 发生在你家呢 你可能就不太相信 那甚至呢 再说一下 严重一点 发生在你身上呢 你真的接受吗 有时候你会不相信英国 你甚至会怀疑说 那观世音菩萨有没有保佑我啊 我学佛呢 做一工作二十年 不是白做了吗 你就会有很多很多的 many doubt 很多的疑惑就生起 所以今天的功课到明天 我知道明天 各位还要上班 没关系 t time的时候 做一下 break 想一想 我真的相信英国吗 哪一种情况下我相信 哪一种情况 我不太相信 甚至你可能跟师父顶嘴说 我看不到的我就不相信 问题是 很多东西都是过去 现在跟未来的 不是看不到的就不存在啊 那或许呢 你突然得了癌症 而且是没要救了 那请问 你是要留下来呢 还是你就早一点投胎呢 你是应该拜观世音菩萨 跟地藏菩萨 早一点呢 继续住在新加坡呢 还是赶快投胎 做出家人呢 还是早一点去 极乐净土呢 你就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都会出现的 好不好 好 今天奖金就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 我们要回向 请翻开第九页 好 放一张你们最熟悉的 新加坡的佛牙寺 如意伦观音 非常庄严 好 第九页 是印光大师的发愿文 所以请合掌 先不要急 我知道你现在已经想 待会我出门的时候 是右脚要先踏出去 还是左脚踏出去 皮包要放右边 还是左边 然后就往捷运冲啊 不要那么急 好不好 我知道新加坡 十一点半以前 都还有捷运的 好 心静下来 愿你今天呢 念华严经 普贤行愿品的功德 听到五台山圣地的功德 乃至于听到六字大明洲 观世音菩萨的悲心功德 希望你都观想 像嘴巴吐金光一样 照着静明佛学社 照着整个新加坡 照着整个地球 跟整个法界 然后我们念 印光大师所传的观音回向祭 待会两句是一记 两句是一个段落 所以我念一遍 你跟我念 然后第四诵 看第九页第二十一行 第四诵 我弟子某某 某某你可以念你的名字 两个名字 你可以念俗名 也可以念法名 你放心 观世音菩萨不会认错人的 所以我弟子某某 然后从无始至今 然后呢 一直念到第十页 就结束 然后最后我们再来念 这个 愿生西方净土中 好 请合掌 一起跟我念 很虔诚的念 希望我们生命很短 所做的任何的功德 都希望一切众生 都成佛 我念一段 你跟我念一段 几首观世音 慈悲大导师 九正无上道 安住长极光 为连众生苦 复现十戒身 为连众生苦 复现十戒身 因何身得度 即为献何身 净令深善到远令正菩提 菩萨慈慈慈慨地 诸佛 莫能说 菩萨慈慈慧地 诸佛莫能说 菩萨慈慧地 诸佛莫能说 菩萨慈慧地 诸佛莫能说 菩萨慎慎慶慌慧地 我弟子星红 经历晨叉劫莫有得出离 性承树善根得闻菩萨名 欲掌大卑力献身身净土 常识称圣号兼礼拜供养 忏悔诸恶业增长诸善根 唯愿垂慈敏消我诸罪障 放光照我身 疏守抹我头 甘露灌我顶 洗涤我心垢 令我身与心 息皆或清净 我愿尽此生及未来季节 我愿尽此生及未来季节 普与诸众生说菩萨恩德 令彼贤归一 西发菩提心 愿垂慈敏故 正名而设受 好 接下来一起念第十一页第十一行 愿生西方净土中 一起念 愿生西方净土中 九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物无声 不退菩萨为伴侣 好 阿弥陀佛今天讲经到这里 谢谢各位 明天见 阿弥陀佛